新灾区有国军官兵确定感染了新流感 行政院长刘兆玄下令 所有协助救灾的阿兵哥和志工都必须要戴上口罩 但是因为南部的天气实在太热 不少人工作到一半还是忍不住把口罩拉下来透透气 戴口罩的命令看起来是很难完全落实 另外屏东县万丹乡的湾内村 有一百多人发高烧 还有人住进了家户病房 卫生单位研判 可能是民众接触到泥土里的细菌发生感染 脚肿的项面团恐怕已经有细菌感染 还有不少人因为长时间穿着雨鞋 找指缝磨擦破皮 一枕的护士赶快协助清理伤口 它要请回啊 对吧 要请回啊 屏东临边淹水超过两个礼拜 居民的双脚长时间泡在肮脏的泥水中 宗教团体设置医护站也发放护理包 教大家如何自我保护降低感染风险 不过除了外伤感染 传染病的问题也让人忧心 国军在临边和东港 各有两位协助救灾的弟兄确定感染新流感 行政员宣布所有进入灾区的国军和志工 通通得戴上口罩 在这边还准备一千个口罩在一边 弟兄脏了怎么样 时间到了 我们一般来讲是三个口罩来做替换 我们上工就要戴口罩 戴手套都要戴 你没戴口罩 有 等一下上工的时候就会戴 防疫升级全面戴口罩 不过天气实在太热 现场可以看到有志工和国军耐不住炎热 不时把口罩拉下来透透气 积水未退的临边担心灾区变疫区 家园已经清理得差不多的万丹乡 湾内村也是疫情拉警报 全村一千多人已经有一百多人发高烧 还有人住进家户病房 村长推测可能是地下水受污染 为了平息村民的疑虑 卫生局紧急送来口罩和宽泉水 不过根据民众的症状 专家怀疑可能是居民接触到泥土中的细菌 勾端螺旋体才会发烧 虽然住家的积水都已经打扫干净 不过村子里还是堆积有大量的漂流木汉垃圾 空气中也弥漫着臭味 村民除了希望赶快确认感染源 也期待外界能协助他们清理社区 让疫情不再蔓延 据友宇宙 陈显坤 屏东报道